准备了好几十分钟 雷击木剑可终于能制作出来了 不过这都不是关键 我心下把练丹炉和练气顶都升到了七阶 这一切归功于转化主 要不是他 给我十个杆也弄不出来 不仅如此 我还顺便把修仙里的必要器材给搞出来了 现在家里不能说应有尽有吧 只能说要啥有啥 武器也制作完毕了 好歹这也是个四阶武器 伤害特效应该很拉风吧 从这看也看不出来啥 我坡团子还掉了 什么情况 周围怎么突然黑了 我这是进入冥想了 修炼结束增加真远 Soca原来如此 加的太少了 还不如克灵精呢 真的太适呢 刚刚准备了一些图纸 护甲最高品阶应该就是六阶 再往高我是没看见 我觉得吧 该做一下了 这都第五期了 啥都不喘 打架太吃亏 这个是阴阳两仪袍 里面提到的材料我还真有 都放在综化桌里 这里显示的EMC值都是我亲自设定的 参考金商股币的价格 他多少收我就设多少EMC值 不愧是我 依次摆放好开始练制 想起件事就挺搞笑的 上次在野外遇见个住机器 当时已经化神起了嘛 我选色打他肯定很轻松吧 确实简难 啪啪两棍子就给打没了 然后他也把我带走了 嗯 对 俩人手牵手走在奈何桥上 就因为我没有护甲 他把我一招就给带走了 搞定了 现版本最强盗跑 哎呀这树枝看着不错呀 穿上肯定更帅吧 确实好看 我都想给自己磕两个了 然后再把盗关带一下 不错啊不错 老纳掐齿一顺 你还没给我点赞 等啥呢 点呐 呦 差点忘了 咱们的新人洞服里有boss召唤台呀 前几天看了一下 当时还不知道是boss 然后就把周围的方块都给跑了 哎呦我去啊 九阶妖兽boss 穷奇 好家伙四千鸡血 他可是上古四大凶兽呀 没想到他居然封印在我的洞服里 好小子 等着 看频道如何收复你 上期我看有着小伙伴说 副灵神挺强 能收服妖兽 和副灵单一个效果 然后我小小的准备了50万股币 哎 刚好够 直接理性消费一下 天下万灵 为我所用 就冲你这句话 我这园子花的都值 来吧我的老baby 哪玩意儿 法宝收纳成功 这东西不是一次性的呀 呃 确实是法宝 也就是说这东西可以反复使用了呗 直炸了呀 来吧兄弟 为我所用吧 雕兽等级过高 驯兽至少八级 哎 不是 反正他也跑不了 玉兽现在是一级 这玩意儿升到八级 需要多少经验咱也不知道呀 总之抓就完事儿 以防万一做个小测试 副灵绳和副灵单哪个好用 等会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先小小的炼制他一组啊 避免浪费 咱们再给他设置个1mc值 合成他需要一个葫芦 4个副灵草 一个腰单 加上人工费 合计3332 估计算他个3333吧 抱子号 哎 发现个二阶的 来吧兄弟 弹药果然不行啊 还得靠法技 成功率太低喽 TOMARO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挺有特点的 完全没见过呀 哎 中间貌似是祭坛 他能召唤出个什么牛吗 我去啊 八节优兽boss 凶神石黄 叫声这么大 你挺牛X的 进来吧你啊 哈哈哈哈 再厉害你也踏不出我的手掌心呢 个头确实挺大嘛 相信打几架里也非常的猛吧 然后我的御兽等级 也来到了八级 可以终于有资格收复穷级了 不过最好还是稳妥一些啊 因为咱们的绳子 也不是百分百驯服成功 那么厉害的优兽 等玉兽十节再去收复他也不值 又来个祭坛 这是谁这样的 八节妖兽金屋 不愧是上古十大神鸟啊 把我收拾的跟个脆皮乳花似的 哈 来呀兄弟 哎 这一次我躲过了 想不到吧 进来吧你啊 唯我所用吧 哈哈 不愧是神鸟啊 要不是我会飞 想骑上去还有点难度啊 咱别说他脸长得咋样 看着帅不帅吧 从今天起又多了一个称号 玉兽仙尊 我就是这个世界最亮的仔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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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